高市議員第八選區為前進新興寧雅區 因人口流失減一席 八強五格外激烈 近藍營找來韓國瑜助陣後 又為該選區選清投下變數 選區內民進黨候選人 湯永瑜是政壇新秀 目前民調正處於當選邊緣 不乏有些緊張 但隊長陳其邁勞生在在 受訪時表示並不擔心 湯永瑜他是台大法律系畢業 擁有台美雙律師的資格 其實他的條件非常好 他在專業領域的表現 其實也在最近幾次的民調 都逐漸的上升 我對他能夠贏得勝選 我是有非常高的期待 擁有台美雙律師的專業 湯永瑜也表示新人選舉難免吃力 更要請走基層來讓民眾認識 昨天市長有提到說 對我的期許跟鞭策 我非常的感謝市長 那市長也一直鼓勵我 就說就是要繼續走 更輕走 湯永瑜提到過去父親 也曾經在這一代參選 當時的選舉環境更是艱辛 也感謝民進黨數年的打拼 現在已經不一樣了 是有個歷史的 在以前只有錢金星星的 這個選區的時候 事實上我父親湯金泉律師 那個時候第一次出來 參選市議員的時候 那時候是從來沒有一席 民進黨的市議員的席次 那時候家父的競選的口號 就是拼一席制衡的力量 第八選區選情緊張 各個候選人都來頭不小 選舉實況十分精彩 尤其三搶一的婦女保障名額 更是讓人好奇最後將錄死誰手 但無論最終結果 相信民眾會做出最好的選擇 記者潘志光關夢如高雄報導 在右邊 漢堡 旁川